Lay人 Channel 大家好 我是阿倫 我現在能來到的這個地方是奈良景樹 然後這個地方是什麼樣的東西呢 今天這支影片其實是想要帶大家去尋找 日本的武士還有忍者的足跡 奈良景樹這邊其實它是位於日本的一個叫中山道 它是一個非常老的一個古道 它是連接江戶 就是現在的東京 然後到京都之間的一條道路 然後它沿途總共有69個不同的驛站 然後全長大概有534公里左右的長度吧 534公里左右的長度是什麼樣的一個概念呢 就是如果你大概走路的話 一天走八個小時 你大概要走半個多遠才會到的一個地方 然後這麼長的一個地方 當然是會有非常多需要讓人家住宿的地方 所以中山道的這沿路裡面呢 總共有69個不同的這個住宿的地方 然後除了住宿之外 還有像是譬如說藝季的房子 或者像是那種吃東西的地方 讓旅客休息的地方 然後今天來到的這個奈良景樹就是其中之一 那我們今天就先跟著我一起來看看 奈良景樹這邊有些什麼東西吧 走囉 而且現在大家看到旁邊的這兩側的房子呢 其實他們現在都還是有人在居住 它不只是店家 它就是一般的民房其實也有含在這裡面 所以我們來到這邊逛的時候呢 也是不要打擾到他們平常的一些器具 所以我們才會看到很多車子在這邊 停在邊邊或是在移動之類的 哇 它這邊真的保存得非常好 超漂亮 然後大家知道嗎 它旁邊的這一棟呢 其實是一間飯店喔 非常高級的飯店 好 我們現在來到了這個地方呢 是叫做中丁的一個地方 我們剛才在一開始的地方那邊是下丁 然後這邊大家可以感受到它的路的寬闊度 已經變得比較寬了有沒有 各位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非常有趣的東西 大家可以看到後面這個招牌 它上面寫的是日文的那個 日文的廣告 就這樣子 然後走到它的前面來 來看看它這邊寫 這邊就變成寫是那個漢字的越後屋 為什麼會有像這樣子的情形呢 然後由此一說啦 就不知道是真的還假 就是說因為我們現在那邊是以前的江戶的方向 東京的方向 然後另外一側這裡是京都的方向 然後因為以前的首都是京都那邊嘛 然後等於是說大家都去京都念書 然後在京都念書前你可能還不會看漢字 所以這邊寫的就是普通的平甲名 然後你去完京都 從京都那方向回來的時候呢 因為你念完書之後頭腦已經變好了 你已經看得懂漢字了 所以這邊就開始寫這個 用漢字的這個越後屋 這也算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喔 大家來這邊也可以試著找找看喔 我們剛才從這邊走過來呢 然後我們現在來到了一個這邊呢 其實是有一個擋住 然後這邊其實旁邊還有一條路嘛 然後這兩條路是彼此互相看不到的 然後這個好像叫做柿の手 是做什麼作用呢 就以前如果戰爭的時候 有人別的軍隊從那邊過來的時候呢 然後因為彼此看不到嘛 我們就可以先在這邊做一個埋伏 然後他們過來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在這邊來抵禦他們的攻擊 或者說你從那邊逃過來的時候 這邊呢因為有一個轉角的關係 你就可以躲起來的那種感覺 這也算是 以前他們在建築的時候 不會建築完全的一條直直的路的那種 仙人的算是智慧嘛 我覺得也是滿有趣的一個歷史的小知識吧 OK 然後我們從那個鍵の手轉過來之後呢 這邊就是上庭囉 好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奈良景樹的另外一段的出口了 然後在出口這邊除了有一座神社之外呢 它旁邊這邊就是以前那種布告欄 如果對於村民有什麼需要布告公布的話呢 就會放在這裡喔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這邊其實是有一點微微的下坡 所以說這也是為什麼這個奈良景樹 會建造在這邊的關係 就是因為它接下來就會有一陣子上坡 所以說我們可以在這邊先休息之後呢 要再出發的那種感覺喔 這邊真的是有那種被大自然環繞的感覺 那我們現在已經進到了它這一個神社裡面了 超美 好 我們現在可以進去其中一間的裡面看看吧 好 我們可以看到這裡面呢 就是以前他們建築物的屋頂的部分 這樣看起來超漂亮的 以前建築物的梁呢就是像這樣子 我們可以看到以前的那種建築物工法的感覺喔 然後這邊呢就是二樓的房子 然後我們剛才所走的道路呢就在這個外面喔 有沒有 這樣看出去就很像那種以前 我們看那種古老時期 古代的那種日據 所謂從房間裡面看出去的景色 真的就是像這樣子喔 好 我們現在又回到一樓了 他們其實呢 以前這種房子他們都非常非常的深 我帶大家去看一下有多深 像我們這樣走過去之後呢 這以前的左右兩邊也是可以停一些 比如說你七馬來之類 你就可以停在後面 然後我們可以繼續往後面走 因為以前房子都是比較窄 而且深的喔 所以大概都會像是這種造型的 而且那邊又有在另外一棟房子 然後跟前面是一樣的 然後因為這個地方是旅館 所以後面這個地方也是有供旅客住宿用的喔 大家都知道為什麼日本的 這種類型的古早房都是很窄 但是卻很深嗎 其實主要是以前呢 睡精的部分是看你店家房子的門面的寬度 所以說他們為了要讓 手到腳的睡少一點 所以他們就是用那種前面可能比較窄 但是卻很深的那種設計喔 OK 我們前往下一個地方吧 好吃 它味道有點甜甜的 可能因為我是一個很喜歡吃飯的人 所以我都還滿喜歡吃五瓶餅這種東西 因為它吃起來 而且它上面味噌真的很好吃 烤熟的飯糰 大家有機會一定要試試看喔 好 然後就在車站的另外一邊呢 這邊走過來就可以看到一個 非常漂亮的木製的大橋 它叫做木增大橋 然後我們看它的下面 就真的是那種完全木工的工法所製成的大橋 真的超美的耶 OK 我們現在來到這座橋的底下了 從下面往上看超壯觀的 而且聽說這種工法的橋呢 在日本這一條木增大橋是第一寬的 日本第一寬的那種橋喔 好 雖然說很可惜呢 但是我們差不多要去前往下一個景點了 下一個景點我想要帶大家去這邊還滿有名的 松本 去那邊看看吧 OK 各位我們現在來到的這邊呢就是松本城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寫國寶兩個字 然後松本城的天守呢 是在日本被列為五大國寶的天守之一 然後今天就跟著我進去看看吧 各位啊 我們現在已經在城的外面了 せーの 透過鏡頭這樣看超美耶 我覺得它跟我們上一集去的那個犬山城 又有不一樣的美 然後它這個城非常高 我們看到有1 2 3 4 有五層 然後再配上外面的這個護城河呢 我覺得這樣看過去真的…非常的美 而且我們現在所站的位置呢 因為還沒有到入口 入口在這個護城河的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在進去之前呢 其實是還不需要付費的 所以如果你們只是想要單純的來拍 不過當然還是希望大家進去支持一下 如果只是想要單純的來拍照的話 其實這邊也是非常的棒喔 好 那我們現在要進去支持一下 那我們現在就進去吧 然後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城 跟旁邊這些綠地呢 這綠地的這邊以前是他們的本丸的地方 不是飯糰的那個本丸 就是他們就最接近城的那個區域 就是給以前的 比如說大明他們住的地方 然後現在的那些的建築物呢 是都已經沒有了 因為之前也曾經發生過一個火災 就把本丸這邊的很重要一些建築物都燒掉了 所以說現在目前只剩下這個城的部分 我們現在就先進去那個城裡面看看 看看是怎麼樣子喔 好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城的外觀 大家可以看到它這城的 在這個石垣上面這個邊邊有凸出來的部分嗎 它這個地方叫做石落石 就是代表這邊如果有士兵要往上爬 他們就可以從這個下面丟石頭下去砸他們 然後另外我們在旁邊 這有很多這種小窗戶有沒有 這種小窗戶就是在戰爭的時候呢 他們的那個鐵砲 鐵砲槍就是可以從那個窗戶呢 鑽出去然後去瞄準敵人來射殺 這也是這個城的一種設計喔 好 各位我現在已經來到了這個松本城的天守的部分了 松本城的天守是沒有辦法走出去的 但是我們一樣可以透過它所開的小窗戶 看到外面漂亮的景色 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好 我們往外看出去 哇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 遠方大家也看到那個山的山崖那邊沒有嗎 它那就是著名的Kita Alpes 就是那個北阿爾卑斯 在長野這邊非常有名的一個群山 非常的漂亮喔 我們去看看另外一邊的景色吧 這一側看出去呢是可以看到護城河的部分喔 大家知道嗎 松本城天守的命令就大家看一下上面 將將 這個天守的屋頂的上面是有供奉一個神在這邊 他們聽說每天在開館前的都會在這邊做一個祈禱 大家也順便看一下 天守上面的木頭的建築的方式 真的是非常的棒有沒有 這真的你不來到現場呢 你無法感受到它的那個魄力所在喔 這是以前那種大明他們在開會的地方 它就坐在這裡 周圍長得就是像這樣子喔 然後大家知道嗎 松本城其實它有部分是有曾經在針見過的 然後像我現在身後的這一根柱子就是區分 像這邊 現在我這一側是戰國時期所蓋好的 另外那側是在江戶時期 然後才有重新在針見的部分喔 所以說你可以在這個城裡面可以看到 兩種不同時代的合在一起的那種感覺 真的非常有趣喔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YA 這邊他們超親切的 而且他們講話都很古代人 沒錯 他們就是原本的那個角色 對 然後我們現在要離開這個松本城 然後我真的覺得這裡是真的 非常值得一來的地方 不管是拍照或者是你實際去登那個天守 我真的覺得都是很值得的一個體驗 所以歡迎大家有空來到這邊一定要來看看囉 好 我們現在又回到了松本車站 然後目前長野的松本城這裡我們已經結束了 然後我們接下來要準備前往下一個地方 下一個地方就是最神秘的忍者村 伊賀忍者村 伊賀這個地方是在三重縣 距離這邊是有一點點距離的 不過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為了要去忍者村 我覺得我們應該會需要一點冷樹 那現在就跟著我一起準備前往伊賀去吧 伊賀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了這個地方 就是位於三重縣的伊賀 說到伊賀最有名的當然就是忍者了 對 沒錯 然後我剛才用這個冷樹呢 飛過來 其實說實在我現在已經有點累了 好餓 所以我決定去吃個飯來補充一下我的冷樹能量 OK 那我們現在來到的這一間是這個叫做 味覚食堂 忍者的一個食堂 好 那我們現在就進去看看吧 哇 真的是充滿機關的一間餐廳啊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準備前往伊賀上野城去看看吧 而且伊賀這邊大家也看到後面這台它是公車 公車上面也都塞滿了忍者耶 超可愛的 然後我們要去的那個伊賀上野城就在這裡 大家有看到嗎 它頭冒出來了 我們等一下就要走過去囉 這邊附近真的到處都充滿了忍者的元素耶 看這路邊也都有 然後這個上面這裡也有 然後車站裡面還有 近看就更加有破裂啦 來 我們來看看這些在旁邊的石園 很難想像以前那種沒有什麼工具 能夠把那種很大的石頭要搬過來這邊這樣騎起來 真的是非常難想像的事情 OK 我們現在來到城下了 這樣看有沒有超級壯觀 然後它這個地方滿特別的就是它是有一個很大的一個 這個城的這個園區啦 然後如果你要去參觀這個城樓的話呢 就是另外再付費 然後它旁邊還有一個忍者的房子 如果你要進去看 聽說裡面很多機關 你要去看的話也是另外再付費 不過如果你只是單純在這裡面散步 看看的話是不用錢的喔 好 那我們現在就進去看看吧 好 我們現在來到了伊賀上野城的天守 然後這邊也是沒有辦法走出去的 不過旁邊四周有非常多的窗戶喔 我們去看一下可以看到什麼景色吧 這個就是從這個伊賀上野城往外看出去的景色 哇 是不是也可以看到非常遠呢 而且這樣涼風徐徐吹來超舒服的喔 好 各位 在伊賀上野城呢 它有一個很有特色的地方 就是它的石垣跟它的地面的護城河那邊呢 距離非常的高 有一側啦 聽說是日本數一數二的高 至於到底有多高呢 大概就是這麼高 我們現在這個地方是我們所站的地方嘛 然後它到這個護城河這邊有一個像這樣 這樣看起來真的還滿壯觀的耶 真的是一般的城會比較少見到的這種高度 說到這附近 你不要忘記我們今天最主要目的是什麼 就是忍者村跟忍者秀 然後在這附近也有一個像是忍者的房子 裡面有非常多的機關 我們去那邊看一下 逛一下裡面之後 而且聽說裡面還有在講一些關於忍者的歷史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今天最期待的忍者秀 OK 我們趕快去那邊吧 好 我們要進去忍者的房間了 大家看到門超矮的 我們進去要先蹲下來 有什麼機關在等著我們呢 我們今天找了一位女忍者來幫我們解釋一下 不好意思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這裡 好 人中式 這超有魄力的 好 接下來第二個地方 這邊有一個像逃脫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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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樣子 喔 這個樣子 可以開啟的聲音 哇 這個速度真的很快耶 從這邊來了 現在非常好 很快 真的很厲害 他現在又要帶我們看一個東西 我們來看是什麼吧 他說這邊有藏的武器 所以地上看起來是沒有什麼東西的 他說這裡沒有藏武器喔 好快啊 你看它這邊有一個斜斜的 人家一踩它就會馬上翹起來 對 超級厲害的 而且我今天大家看到的這個呢 是只有這一棟房子裡面的其中三樣而已 它裡面還有很多不同的機關藏在裡面 這些就等大家來到這邊來自己找找看囉 非常的有意思喔 OK 我們繼續前往下面吧 這邊還有展示很多忍者用的一些道具 像他們爬牆用的那個繩之類的東西 還有這個 這個是他們在水面上行走的那個 這個在忍者亂太郎之類的裡面有看過喔 超大的耶 但腳不是要長得超開的嗎 OK 我們現在進到忍者的會場裡面了 然後這個表演呢 它其實平常一般人是不能夠攝影的 然後今天特別讓我們來拍攝 所以今天就跟著我來看一看 真的忍者他們會有什麼樣厲害的技巧吧 伍子在心地 反應 伍子在心地 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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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二、三 大家看見下さい それでは鎌を扱った技をご紹介致します 静剣となります 扱う やあ いやあ うわあ えー やあ 従らずこのように ふっ ふっ うっ うっ という仕掛けで 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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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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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們看完他們這個秀了 我覺得還滿有闊力的耶 而且我現在來到這面牆呢 他們這裡是他們有去各地公演的一些照片 像比如說去到美國的夏威夷之類等等的地方 還有這個 這個是真的可以在水面上行走的耶 超神 對 然後這一次機會難得呢 我要來體驗射手禮箭 哇 這個就是我們要射的手禮箭 金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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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樣子 金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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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另外一個給你帶著 差點造成可怕的事故啦 我真的很不會丟東西 不適合當忍者 哇 這個忍者的秀真的非常非常的不錯 而且最後還來讓我去設那個所謂的一間 意外的超級難 大家如果有機會也可以來這邊看看喔 好啦 那我們差不多現在就要準備回去 我們現在要回去的地方是要回到Sentoria 也就是中部的國際機場 OK 我們回去囉 OK 我們現在來到這一次旅行的最後一站 也就是Sentoria的中部國際機場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地方在這個Check-in的地方 其實到處也是可以看到一些忍者 都藏在一些小小的地方 另外現在這邊也有在展出一個 日本一個非常有名的戰爭 Sekigahara戰爭的一個小小的展覽就在這邊 你看到這邊還有這個武士的盔甲 另外還有當初的這一個 Sekigahara合戰的一個簡單的立會的感覺 哇 代表中部這邊真的是非常致力於 在宣傳他們的這些傳統的那種武士啊 達成跟這個忍者類型的一些宣傳喔 好 我們現在來到了這個 中部國際機場的這個展望台 大家可以看到都外面非常非常的漂亮 然後飛機的起箱都可以在這邊看 像是我後面這個地方就是國內線 日本的國內線 然後後面這邊是日本的國際線的飛機 會經過的地方 我們來看一下吧 OK 中部國際機場大家最想知道的 就是這個賣蝦鮮貝的店現在怎麼樣 目前看起來依然是元氣滿滿喔 好的 以上就是我這一次來到日本中部呢 來進行的一個日本城 武士以及忍者的一個系列裡面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然後我現在來到的這邊是那個 Sentorea的日本名古屋的國際機場 而且你從名古屋車站的話呢 你坐這個名鐵只要大概不用半小時吧 二十幾分鐘就可以到這邊 算是非常方便的一個機場 所以說如果大家之後有機會來的話呢 也可以考慮飛到中部來 然後來進行一趟深度的中部之旅吧 那如果你們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一定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而且近期天要開啟小鈴鐺 跟在我上傳新的影片 才會在第一時間通知你 或者是你也可以選擇加入我的頻道會員 用最實質的方式來支持我 那今天的阿倫頻道 日本中部影片區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我們下次支影片再見囉 Bye Bye 今天大晴天帶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從犬山城的牽手看出去的景色喔 大家看看這邊有多美 我們開始往上升了… 好 各位 就是這個 大家看到這個有沒有什麼似曾相似的感覺啊 完成 這個是我們自己編的喔